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相信有手机的朋友都会弄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先把手机的微信打开 然后像平时搜索小程序一样 搜索一个叫ctid的小程序 搜索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它 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体式登录注册一下 输入需要填写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 姓名 输入好了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人脸认证 证明一下是本人操作 认证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收到一个电子版的身份证啦 这个电子版的身份证它非常的厉害 出门在外 如果身份证弄丢了 或者是身份证帮带了 我们就可以用到它啦 只需要打开这个小程序 然后再打开上面的个人二维码 把这个给对方扫一扫 扫了之后 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代替实体身份证使用啦 非常方便 为我们的出行解决了不少的麻烦事了 出门只用带上一个手机 只要手机不丢 哪里都能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那就赶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